我给你 隐碧娘娘受精化胎 孩子没保住 是个小公主 你去看看隐碧 别让她伤心太过了 是 奴婢给隐碧娘娘请安 我陪皇上说说话 是 臣妾请皇上安 皇后怎么样 姐姐哭晕过去了 一直没有醒来 臣妾看着着实心疼 皇上 这件事情是家贵妃做的孽 是她害了两位公主 这次绝不能轻饶 皇上断不能再顾着御事 给家贵妃颜面了 朕不会留情的 朕会剥去 家贵妃贵妃的遗志 俺答应处分 她身边贴身伺候的奴婢 一个都不留 全部不留 不敢走 不许再伺候 朕还要看她日日受鞭心 皇上 这件事情 庆平也脱不了干系 庆平将为贵人 让她在安华殿里 抄露经文 非诏不得处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不是美人啊 王子 不关我们公主的事啊 董事长 干什么 我是贵妃 董董事长 放开我 董事长 放开我 我干什么 奉旨对您实以鞭刑 放开我 董董事长 我是贵妃 你们干决死 放开我 放开我 我 你们干 你们干 谁干 我干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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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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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神汤吧 娘 娘 您待在这儿几天几夜 不吃不喝 这样熬下去身体会垮掉的 喝点吧 姐姐 你还有永姬呢 就算为了永姬 你也该喝一点啊 为什么是锦四呢 她才三岁 若是有什么 该冲着我来 为什么是我的孩子呢 锦玉言心思歹动 若没本事 动不得姐姐 所以才使出这种下作手段 对五公主下手 她这般发疯 姐姐怎么能想到 怎么防得住呢 她为了担自己的儿子发疯 难道就要陪上娘娘 陪上娘娘的孩子吗 八哥坠马 萨哥失宠 锦玉言都觉得和永齐脱不了干系 她若真心生怨恨 她也该冲着我来 看来 家贵妃 是恨定了我们娘娘 只是五公主 胡公主太无辜了 是不可思认的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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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